第40题,若丁丁将盐酸更换为同样浓度的醋酸,分别在进行步骤一的检验,则可观察到下列何种现象。 我们把它的盐酸改成醋酸,醋酸也是酸,所以如果原来跟盐酸会发生反应,会跟酸发生反应的,那么醋酸下下去也会发生反应。 但是醋酸是弱酸,所以在相同浓度之下,它的氢离子的浓度比较小,我们学到过了,浓度会影响反应速率,浓度比较小,反应速率会比较慢。 所以我们加入醋酸之后,会产生反应的仍然会反应,但是反应会变慢。 因此第40题问我们说,则可观察到下列何种现象,我们答案选的是B,以柄矿石产生气体的速率减慢。